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月7日 旗子方面 被人看到的一件事 或者港股方面 好像打不死 還升上去 不過 我有少少擔心 因為這些形態 可能是在做一個見頂的形態 是需要大家很小心 周線圖上面 它是這樣的 研究再上去 如果之後不能夠 大的 點數 層層層 這樣升上去 那就可能需要有些調整 下來下面一點 我只是擔心 這點下跌一點 下跌多少呢 看著它幾樣東西 頂之前的頂 就是26791 支持當然也是26791 阻力就是27703 現在是2758 現在是2758 這是一個什麼呢 這是一個圓頂 突破了之後 我自己說 是突破了之後 你看這些 是突破了之後 突破了這裡之後 上來的 如果突破了之後 這個就是一個小圓底 如果突破了之後 它有一個後抽 可以一頭抽 不過就不能夠下跌 26791 之前我給的都是什麼 267 260 270 280 大一個圓項的數 真的這裡為何要給到26791 因為它這個最高位是26791 沒有歧石 在這點裡面 如果這個上去之後 如果突破了之後 那這個就是一個突破失敗 突破失敗的話 自然當然要跌下多一點 跌下多一點 跌下多一點 可以去到這些位置 可以到這些位置 然後組織第二次的 是這個上升 是怎樣組織 我不知道 不過這個是需要有的小心 就像這裡一樣 這裡這樣 這裡下下來 突破不了 突破不了 就跌下來了 跌下來了 跌下來了 它不會死的 跌下來了之後 再跟著再上去 還要上了很多 為什麼 因為第一次沒有力 這裡也是一次一樣 突破了下來 突破上去 人人都很開心 升了升了升了 這樣跌死你 這裡有一樣東西 這裡其實也有一個微微的 是這樣的 同樣 在這裡的時間 上升了再跌下來了 很多人會說 死了死了跌死你 跌死了跌死你 他又不跌死了 他就上去了 下來了之後 他又跌死你 這次又跌死你了 所以這一點要記住 去到現在這個位 因為為什麼 西局混亂 特朗普 他會這樣做這些事情 這樣打中國 這樣會做這些事情 沒有辦法 因為之前我的文章已經預期了 今天他們那邊 國會山莊一定有暴動 又預期了 寫了 美國十年掛了息 不要小看這件事 昨天升穿一利 這個是我前幾天文章提出的 升穿一利 是一個隱憂 所以你看得到 納斯達克指數是不升的 因為那些需要龐大的廉價資金才行 升穿一利便不行 如果升到一利半的話 我可以保證 不要保證 這個世界不要保證 好機會 好大機會 是會有股災 所以看著 如果這個十年國債息 升穿一利一 一利二 一利三 你要真的留意著 我為什麼知道 是否一定去一利半才有股災 但是 是容易有股災 我只要說容易有股災 因為 很多公司的借貸 很多公司 他們都是現在用負利率去借貸 一去到這樣的話 第一件事 你看看一件事就會知道 很多的東西 他們就是 所有的所謂share buy back 是將五化算 它將會完全要走路 那次走路 是可以 美股 不一定是港股 美股 可以跌20至30% 這個是要看 一定要看這件事 不要只是給 即是 我們之前的7月1日 現在國會山莊 就是之前的我們的7月1日 不過他又說他們是暴徒 我們這些就說 這個是善良公民 不要這樣說 這些事就很簡單 在今年裡面 我們完全看到美國人的虛偽 所以你還相信他們是死的 不過 美金 我也很相信 如果大家不相信美金 當然寄給我 那 在這點裡面 在這裏 大家記住 26791 是一個支持位在這裏 現在是27幾 阿里健康 很多人對這裏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說法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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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我再重複講一次 所謂大手的買賣 給經濟通的定義 就是說 每一手的訂單 是超過100萬的 我們幾時可以 普通一般省仔 哪裏用100萬這麼多 來賣東西 是不是 還要一撞過去100萬 到這裏 升了很多之後 現在開始有調整 基本上 如果你有貨的 可以考慮 是否出貨 沒有貨的 觀望一下 我會在目標 就會落到20元那裏 中軸 這裏 沒法 這裏很快便跌下來 然後再彈上去 為何要跌下來呢 因為阿里事件 然後彈上去 這裏的不好處就是 它開始這裏 是慢慢移向下 是移向下的 是移向下的 它這裏是收窄了 握頸了 不過不是握得很頸 是少少握頸 不過 就擴闊了 所以它跌下來 現在彈上去 現在要看它 彈不彈上去 如果這個彈不穿這裏 它會繼續下去 下去的話 就下多少 我不知道 就像這裏 彈不穿 就下去了 它由17元上來 去到多少 大家可以去想像空間 有一隻叫康哲藥業 都是朋友問的 過去的都是升這麼多 康哲藥業不是做什麼 疫苗不是做什麼 它只是代理做藥 就是一間賣藥公司 賣藥公司 沒問題的 貴來貴去 便宜來便宜去 凡貴撈藥 特別是賣很多所謂處方藥 就是要有醫生子 要給這些藥 是比較貴的藥 難道還賣金銀花 白菊花嗎 在這裏 無論如何都好 不知道為什麼 它最近這幾星期升上來 又沒有什麼消息 因此 何近平有問 我不知道他因什麼事 你問到我覺得它 會彈上來看看 在日線圖上 走勢更漂亮 昨天升穿了 今天一定有些回調 看它回調 會不會再收回到這個地方 如果回調它是手穩起8.5 即是保利加通道日線圖上的頂 頂通道位的話 或者8.5 或者8.4 8.3 都不是很重要的 然後來到這裏 它再上去 它還可以有一個升浪 有貨朋友 可以一 我不知道你在什麼位置買了 你不是10元買了 如果10元的話 你唯有一件事看它 對了 穿了這個10.7 這個阻力位 上面只可以看到12元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要掌握你的時間 在這點我再說一說 它最近升上去這裏 成交是多了 亦都不排除 有人在這裏收貨 就慢慢要排上貨 所以大家是需要留意 如果上去成交未再見 再跟進的話 即是說這裏收集了之後 上面這裏是派貨 那便會再回到調整 山東黃金 這個很多朋友都會問 哎呀 為什麼山東黃金和紙金 大家走得不一樣 很多人說紙金又賣銅又等等 等等 我講講山東黃金這個問題 山東黃金真的是純金 巴菲特購買了Barrick Gold的股票 美國方面 而Barrick Gold持有山東黃金 是5% 好像5% Barrick Gold這個真真正的做金的人 並沒有持有其他金抗股 中國的金抗股 只有持有山東黃金 證明就是眼金抗股 大家都是眼金抗股 不過山東黃金就是因為它由於 它不是說有銅 有什麼東西 其實銅銅銅 你問吧 銅值多少錢 金值多少錢 為什麼人家會覺得 你有銅額所以你會炒它 我都不明白 我給你十斤銅銅 和我給你一斤銅 你要哪一件事 是不是 不過 沒有辦法 人家喜歡這樣炒 就這樣炒 那山東黃金為什麼會比較少炒 很簡單 你資金不靠它 因為它是純金 沒有什麼故事作 無論如何 山東黃金最高見過27元 現在回到這點 它開始有少少反彈 會不會這個見底 最後下去呢 不清楚 不過要考慮 這件事去做 山東黃金有一個不太好處 就是它之前曾經派送過股票 好像在14元左右派送過 那變成突然一聲來 那些人的貨價便便宜了 貨價便宜了之後 你有什麼東西跌下來便可以出貨 如果消化了那批資料 我會相信 不要這樣說什麼 山東黃金 在2021年的表現 一定比紫金更好 因為人家純金 你欺負一些銅 銅是什麼 Full Skull 即是騙人的金 是吧 所以這點 其實最主要 很多人不聽黃金的問題 第一 它最主要就是 它曾經在這裡 是排送過股票 那這個呢 就需要去慢慢去消化了那批線 那就行了 那山東黃金作為做一個日線 六個月的就是這樣 真正正正 嘩 全部都是薩滑梯下來 那日線 這個短一點就讓人看到 開始有少許反彈 守住這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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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是支持 怎樣呢 中線位這裡 是17.77 那就當它17.8 那你就可以彈上去 如果跌破了 那就先止蝕 沒有法 如果你持有山東黃金 不知道現在怎樣算好 我就覺得 持住它 沒有法子 是吧 不需要止蝕 因為金始終是金 不是金 銅 是銅 中華交通建設 中華交通建設 最近那幾天都有資金流入 就好些 最主要拆了拆了國家政策 對於所謂的基建 什麼什麼什麼 那樣東西 我經常說 這些股票 經常都是菇利 菇利股 未見到維國捐軀 就已經十分之好 因為你的基建股 一定要為人民服務 所以基本上 不要那麼多去想它 所以現在一年來 都是在下跌 到現在這裡 最近 是有少許反彈 如果反彈的話 當然你可以搏一轉 因為它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息率也有7厘 你會知道 市盈率真的超低 低到你沒有好 2.5 真的 你不要聽 隨仔也不止值2.5 現在它只要守住 它這個 是布利加通道的中軸 這個位置大致上 就是3.5毫多 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到它是有少少可以去 好像勾過去 而最近成交是多了 成交是多了 現在有少少是勾上去的 若然是這樣的話 那就可以了 希望它會上少少 目標都是不可以忙得太多了 去到4元 這裡到附近 就是了 恒生中國企業 這個就是一個ETF 朋友在問 以前拿了恒生中國企業 現在怎麼搞 我現在覺得 沒問題怎麼搞 繼續拿著它 首先 首先你要看看 恒生中國企業 由月線圖來看 月線圖來看 你看到以前去到133元 再高進高是見到170元 現在來到這裡 這裡是120多元 而整體在這個周線圖上 你看到它 就是 是由這個 這裡開始 由這個12年開始 這個15年大時代 暫時不要想著 那之後 它基本系列是還行的 這幾年 現在看得到 試過底之後 慢慢咬上去 似乎是有機會 似乎是有機會 是突破這裡之後 就做出一個原底 然後就上去 在這點裡面 我個人的建議就是 你有貨的 拿著它 不需要出 因為現在中國股票 真的比較吃香 最有其次 就是如果沒有貨 你真的想賭賭 恒生中國企業方面 當然這個是ETF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升穿了111元 111元就是這個位置 升穿之後 看到會不會有一個 好像是小相抵 如果這裡升穿了 這個140元 的話 上來這裡量度升幅 就去到這麼多 那去到130多 是140元 那朋友說 他在140元買了 拿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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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多兩年 可能有機會回到家鄉 好 這就是日線圖上面 你看到這裡 我已經明顯 希望他後抽回來 不要太低 然後再跟著上去 這個也是 好了 今天推介的就是 叫維里集團 維里集團 英文叫Value Partner 是由香港仔方面 所創立一個管理的 國內的資金基金 以及管理其他的基金 大家先看看圖 這張圖 看到了 在這個 升穿這個位 基本上 好像有機會是升穿這個位 如果升穿這個位 你可以看到一個圓底 上面可以看多少 就是看7元 這個位是多少 5.09多 5.09多 所以我駁它5.1 如果它升穿了5.1 現在它是4.93 升穿了5.1 它會站在上面 三天 三天 或者三個星期 它就會成為 確認了一個圓底的突破 上面就看 這個是7元 日線圖上面很漂亮 不過由於這麼漂亮 你要擔心 會不會漂亮得盡 會有這些回調 好 為何要推介 衛利集團 市盈率 17度 這個是息率 大概2厘左右 和你等於銀行 稍微好一點 稍微少 最近 它是有這個資金交易 最大的問題 在於 一 它有很多的 基金管理 都是管理一些國內的基金 賣大中華 以中國的基金為主 所以它那裡 如果當於中國方面的基金做得好 它是會有機會 這個是有好成績 當然前兩個月 很多人 因為前兩個月 中國的企業都做得不好 國內企業都做得不好 他們就有很多資金流出去 沒所謂的 當如果工作做好的話 那些資金會流回來了 它就會有到管理 那這幫人 基本上 我自己覺得 就會覺得 它是一個很嚴謹的 是一個團隊 最重要 最重要 你怎麼知道 他們這些管理層 看的事情好沒有呢 所以有空 要有空 多點盯著衛利 的團隊 它是怎樣做什麼呢 它是有沒有給 認股權政班管理層 有沒有給 認股權政班管理層 在十二月是有的 總共給了是九千九百幾萬股 又不是一億 一億股 去到的行駛年限 是去到2026年8月22日 即是由現在至到2026年 它可以隨時行駛 行駛價多少呢 4.14元 即是說換言之 它現在是可以行駛的 因為它已經是有錢賺的 不過你認為 它要給四個一毫四出來 換你四個九毫三 它換不換呢 不用按計數機 都不換 以這些 來講 一些認股權政 給你換的 起碼要給它有三成 起碼三成 起碼三成的話 如果由四個一毫幾 去三成 那就起碼五個幾 五個七 是不是 或者去到現在更加高些 那麼 會不會三成呢 去到2026年 每年三成 每年三成 那我又不要當它每年三成 我當它現在去到2020年 跟著 2021年 對不起 然後再跟著 跟著三年去到2023年 起碼照計都升得有 多一點點吧 所以我是看著 他們的管理層 有的認股權政 是去四個一毫四 去營購的 連頒去到2026年 8月22日 我看這件事而已 你認為 那些管理層 對自己的業績表現 比較熟 因為那些管理層 對業績表現比較熟 因為那些管理層 對業績表現比較熟 對業績表現比較熟 因為那些管理層 我一定自認閉香 我一定相信他們 他們如果沒有認為一定的把握 可以是超越到這個 四個一毫四的認股權政 那個價值 可能是三成 那些管理層 你們對市警局 never 臺灣 Вид能丈 對市警局 им district 因為我覺得他們不會去够行 那因此又看著 整個中國的形勢 由基本向好 我已經去往過去 當然投資有風險 特朗普更沒有譜 拜登不知他怎樣 這都是值得大家考慮的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